国代牛逼啊兄弟们 不仅仅是再版那么简单 而且还给它做了升级 加入了害怕钢斗的模式及音效 这么一来啊 它跟CSM的害怕虫的玩法 就真的是一模一样了 哈喽兄弟们好呀 我是直律的表哥 欢迎来收看这期视频 今天要给大家带着广局 就是假面骑士假斗和钢斗升级形态 害怕形态所使用的这款道具 害怕虫了 我面前这款呢 就是最近刚出货的国代再版 那么我们首先就来看一下 这款玩具的外包装吧 包装的正面 顶部 底部 它的包装风格啊 就是国代一如既往的那种 包装峰会风格 两个侧面 以及背面 背面就是害怕钢斗形态的一个 身向峰会 好外包装就这样了 把它放在一旁 直接来看里面的内容物吧 好 那么内容物就是我面前这些了 一个海怕虫的本体 以及海怕虫专用的侧扣 首先呢 就来看一下这个侧扣啊 侧扣设计的非常简单 全部都是成型侧 这里也是拿出腰带 给大家看一下装载的效果 直接放进去就行了 大致就是这么个样子 将海怕虫放入效果 按动上面按钮 去除 好 我们还是直接来看这个海怕虫本体吧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外观 肉眼可见的地方都是采用的涂装 只有黑色全部都是成银色 设计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上面的银色涂装 红色涂装 还有这些绿色涂装 都是采用金属色 在光线的反射下 太好看了 给大家看一下四周的效果 这边要跟大家特意提到一点啊 就是我们将虫脚掰开 连里面的银色涂装 它也是没有省略的 非常漂亮 我不知道出版是怎么样的 反正再版是这样的 然后这边有甲肚的标志 另一边也是 这个是贴纸 按钮按动 有明显得按动的声音 在外观涂装方面啊 我个人认为是跟CSM差不多的 只是CSM的黑色涂装 都是采用的磨砂黑啊 然后尺寸要比CSM小的 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好 那么它的外观就是这样了 接下去给大家讲解 它的音效和玩法 首先呢 开机 听一下它的开机音效 这两个眼睛也会触发光效 再听一遍 这款国代再版的DX海拔虫呢 跟初版对比啊 它的音效和玩法方面是做了升级了 收入了海帕刚斗的一个模式啊 就是因为收入了这个模式啊 所以说这款再版的DX海拔虫 在音效和玩法上面 以及跟CSM的是一样的了 但是呢 跟腰带啊 依旧是没有任何的联动效果啊 嗯 假斗虫 钢斗虫 钢斗虫和这个海拔虫 都是各想各的 好 那么我继续给大家讲解它的音效和玩法 直接按动这个按钮 触发超速化的音效 虫子的两个眼睛也会交替享受光效 时间也会 随着时间的增长 它这个音效也会变得越来越急促 你也可以自己手动暂停 那接下去呢 就是海怕形态的变身音效 首先是假斗的 直接掰动虫脚 变身音效 必杀音效 就是这样了 然后是海怕钢斗的模式 依旧跟CSM一样 长按 切换模式过后 将从脚掰回 会顺便触发它的变身音效 然后必杀音效 好了 那么到此为止 就是它的所有音效机玩法了 在视频的最后 依旧是给大家做一个小总结 这款国代再版 我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的 现在价格是在110左右 但是它的玩法和音效 以及跟CSM的是一样的了 CSM目前的价格是在400多吧 我记得它最贵的时候 都要快赶上1000了 它跟CSM的不一样之处 那就是尺寸 以及用料 还有涂装了 所以说我在这里 对这个再版脑 真的是非常喜欢 它做的真的是太棒了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兄弟们再见 谢谢 OK